表单设计完成之后呢 那当然就是要提供给其他人可以来做填写了 那我就说呢 我们要提供给人家填写 就是按这个眼睛的预览 预览的这一页的网址 才可以让人家给人家去填写 可是这个网址太长了 不可能给人家去填写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长网址缩短成短的网址 所以上次怎么缩短呢 我们开启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预览的网址点了之后 你看他确定是短 你看有时候是这样子 一点他是不是整个都反白了 整个反白情况之下 请你直接按Ctrl C做复制 Ctrl C他就把网址复制下来了 然后我们开一个新的页面 开一个新的 开一个新的Google 然后在网址打入gg.gg 上次有跟各位讲过 你开一个新的页面之后 网址打gg.gg 因为这个网址可以帮你缩短网址 我这边把它弄成 gg.gg之后 这个网址乍看之下是英文的 别担心 在这个字最大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按Ctrl V贴上 就是你刚才预览的网址 把它贴上来之后 然后再来勾这个 这边有一个小框框 Customize Link 就是说我想要自己取名字 取一个短短的名字 然后勾起来 你接下来你就取一个名字 比如说因为你要让人家购买的 你自己看 你要取什么名字 因为那个我如果跟你讲一个之后 等一下你就不能照我这个名字 因为我一旦缩短这个名字 比如说像刚才 刚才我提供给各位的 我就用FORMS 我刚才是用FORMS FORMS 然后再搭配今天的日期 0511或者是511 或者是2021 0511都可以随便 你就可以自己缩短一下 比如说或者是123 FORMS 123 看看可不可以 打好之后 那个shorten跑哪去了 shorten不见了 他的字怎么突然不见了 奇怪 重来一次 你看 这个缩短网址字不见了 重来一次 我说在网址这里 Ctrl V Ctrl V 贴上刚才预览的网址 然后把customize link的这个框框打勾勾 然后取一个自己要的名字 啊 FORMS 然后刚才我这个已经取过了 但是我再取一次 我说我把它取成FORMS 051 可是如果我按这里shorten shorten就是缩短 看看可不可以 他出现这个红字就代表这个名字有人用了 你不可以用这个名字 你要换一个 你取一个自己比较好记的 然后按shorten之后 如果他底下出现excellent 反正黄底黑字的 就代表你说的这个网址OK 你就可以把这个网址 你就可以跟人家讲了 如果你要订购的话 请点 GG.GG 请打网址 请打 GG.GG 斜线FORMS 051 可以吗 那但是呢 如果说 如果说 你想要把它丢到LINE群組 你想把它丢到LINE群組 如果有一个群組 假设 我要丢到我们班的群組 那怎么办呢 你要把电脑的LINE 打开来 电脑的LINE打开来 比如说电脑LINE 开启起来 然后输入账号 我先输入一下 假设找到我们的群組 假设我们的群組 等一下他还在跑 因为太多资料 他先跑一跑 就是太久没开了 好 来 这是我们的群組 对不对 我只要 其实我也不用缩短 如果我是丢到群組的话 我的网址不要缩短 我就直接把 预览的 Google表单 预览的网址 复制一下 然后 放到LINE里面 这里输入信息 按Ctrl V 贴上 Enter 那各位就会收到了 收到了 收到了之后就可以点开 你们就可以填填填填填 填填 然后送出去 类似这样的道理 但是我们一个个来 各位可能说 那我没有灌电脑LINE怎么办 对不对 好我们等一下一步步来 我们先LINE的先等一等 LINE的等一等 我们先一步步来 我们先用缩短网址的 可以吗 先缩短网址的 来 刚才你的预览的 我再讲一次 你的编辑完 请预览 预览的网址 帮我 点一下 都是反白的状况之下 按Ctrl C C 是Copy Copy 然后呢 我要缩短网址 请开一个页面 就是请新开 来我放大一点 因为你们上面被打住了 好来 网址的 这个叫一个页签 旁边有一个加号 请帮我按加号 按起来 开一个新的Google画面出来了 然后在网址 网址这里 帮我打 GG.GG 这个网站 可以帮我们缩短网址 OK 然后你就把 你刚才的长的网址 贴到刚才那个中间这个地方 是最大的地方 把它Ctrl V Ctrl V 贴上 然后再请你在勾这个地方 Customize Link Dakoko 然后自己可以取一个 你比较好记的名字 然后取完之后按Shorten看看 如果你今天取的 它旁边出现红字 代表这个有用过了 请你重新取一个名字 OK 自己取一个自己比较好记的 当你按Shorten之后 如果底下出现了黄底黑字 英文叫做Excellent 太棒了 那代表你刚才缩短的那个网址 是可以用的 你就可以通报其他人 说你们要订购 要订购的话 你就直接 把网址打到GG.GG斜线 然后你缩短的那个名字 跟大家讲 那大家就可以像刚才 假设我要填 GG.GG斜线 FORMS511 刚才有提供给各位的 那我就可以填了 比如说我订购的人叫做 王小聪 联络电话 0912345678 然后购买物品 我想要鱿鱼丝两包 然后花生小鱼干一包好了 然后开心果一包 假设我只要这样子就好 然后按提交 就填了一 就填出去一个 可以吗 好 来 所以刚才 请各位把预览的网址 复制一下 到 GG.GG的网站 把它缩短 然后缩短了之后 就跟大家讲 那 那你自己也用那个缩短的网址 打 打一个订购 打几个订购单进去 试试看 好不好 打几个说 哎我要 你就自己取一个名字啊 比如说 小小聪 然后 可以多打几个 然后订购几个出去 好不好 尝试一下 微信 带 我 呢 谢谢大家